北宋王安石刚出道时 有一次宋人中邀请大臣们一起去钓鱼 诶王安石并不想去 然而他并没有跟宋人中请假 到了钓鱼的地儿也不跟同事交流 而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那里吃鱼食 那水里的鱼都惊了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丧心病狂的人 你说他会给我们留点吗 没过多一会儿 鱼食我吃完了 果然一点没留 鱼食吃完了那我先走了 懒得跟同事交流 安石也是很拼的呢 这不是个普通人了 当然不普通 王安石还不爱洗澡 也不爱洗脸 不换衣服 那散发出的芬芳 简直了 为此舒适的老父亲舒寻还特看不上他 这王安石简直穿着囚犯的衣服 吃着猪狗的食物 还天天大谈师叔 这人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吧 这不会是他当上宰相的直接原因吧 这也难怪舒寻会这么猜测 如果你有一个常年不惜找的同事 离他无命远就开始感到晕厥和恶心 那你是不是也会很抓狂呢 彻底抓狂 我不服强就服王安石 他爱咋地咋地吧 我可不想靠近他 诶 这还是人吗 这就是一个行走的生化武器啊 有了王安石 什么收复故土武咒 拓地两千里啊 那还用打吗 王安石去溜带一圈 那个等于得对手投毒啊 漂亮漂亮 名不虚传名不虚传 说到王安石熏召的还有宋神中 那可是一个难忘的回忆啊 王安石因为常年不惜找 身上长满了很多狮子 一次在朝见宋神中的时候 狮子就从胡须里溜打了出来 哎呀 你的小可爱出来整活了 这搞得场面相当尴尬 这狮子多了 王安石也烦呢 于是他干脆脱下衣服 放到火上烤 这些狮子掉到火堆里 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响声 王安石呢 还写了一首诗 嘿小样 看我轰不死你 这事发生之后 死对头是吧 光都忍不住写诗来劝你 老王啊 你但凡多洗洗澡 狮子也不会集体正网 你这么心疼狮子 要不你来点 由于王安石生活过于邋遢 还硬堂发案 他的家人们都很着急担心 老王不会得什么怪病吧 大夫 你看他还有救吗 你让他多洗洗脸就行 哎 这下王安石可不干了 我不是 我没有 别瞎说 明明就是我天生脸黑 甭想骗我洗脸 哎 你这么闲 你去制止包整个脸呢 而且 嘿 这怎么老大喷铁 这王安石的懒癌晚气 估计是没智了 据民间传说 王安石被戴了绿帽子 也懒得去追究 王安石中年上妻之后 娶了一个小妾叫娇娘 结果 王安石公务繁忙 总不在家 娇娘就跟府里的 年轻仆人在一起 正所谓 爱是一道光 谁绿谁心光 但王安石并没有信慌 他顶着千金绿帽 送给那二人白银千两 让他们结婚 好好的生活 懒得再去追究了 哎呀我去 这窄像肚里 能装航空母舰呢